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1937年抗战前夕上海陆家队的情况 先从最上面的两个烟草说起 在上世纪烟草进入到了中国以后 其中老刀 大一 哈德门 三炮台 大前门这几盆相应 可以说是分泌了整个上海 1982年以后 陆续有英美商人在陆家队开设烟草 经过不断的兼并收购 最终形成了英美烟公司一家独大的局面 并开始批量生产海盗牌香烟和皇后牌香烟 我们熟悉的大王好鲁迅先生 也非常地喜爱海盗牌香烟 他的同乡 文学家夏盖尊儿在谈到鲁迅西烟时这样写道 周先生西简烟 是那时有名的 他在杭州的时候所记的是海盗牌香烟 那时他晚上总睡得很迟 黑刀吧香饮 吊得狗 这两件是他每夜必备 可见当时这款香烟的分明程度 1914年 英美烟公司在浦东陆家队北岸筹建了英美烟二厂 生产的第一个产品建设大前门香烟 大前门是以中华本土文化为基础的图案形式 是典型的中维洋用的卷颜品 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而三炮台和哈德门也是当时非常有名的香烟品 看过亮剑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 里面的楚云飞就喜欢三炮台这款香烟 还有电影《风声》里也曾经出现过 哈德门在当时的地位可以比肩现在的网红产品 当时一句无人不抽哈德门 世人都抽哈德门的广告词就红遍了全上海 而当时的英美烟厂呢 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 就在陆家嘴圆环天桥这块地区 让我们再回到开头的这张图上 在英美烟厂的下方呢 有一个叫做龙帽站的地方 为了海上航运的需要 杨商在浦江两岸修建了大批为航运服务的码头 仓扶 用于装卸和存放货物 以及出口产品的全其加工 在专业打包服务的场站中 最有代表性且最大的就是龙帽站 以1890年消亡英英法等国的筑地农产品为例 其分离打包全部都是在龙帽站进行 而到了1941年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 龙帽站一度被日本山林公司占有 成为了日军处运战略物资 铜油面粉等等物资的中转仓库